几千年前 中国遭遇一场大洪水 后来经过大宇建设疏导工程之后 人民才终于回到安居乐业的生活 后世为了纪念他的公鸡 于是建造了这座西山羽王庙 不过从一开始新建的南宋到现在 中间经历许多天灾人祸 所以目前看到的羽王庙 是清朝年间修缮后的成果 外观保有古代的氛围 壁画的雕工非常精巧 内部有羽王像工人瞻仰 也有记载崩土民情和治水文献的文化陈列馆 来到羽王殿还有庭院和碑廊 每个地方都值得放慢脚步细细品味 大宇文献 大宇文献